不過我們來看到2024總統大選首場呢 副總統的政見會登場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是破這個炮火呢 對準了賴慶德老家的違建 直轟賴皮寮說要找公益信託 其實是有三大片 而且呢他說了民進黨執政呢 綠能蟑螂跟大官是吃香喝辣的 但人民卻是過得苦哈哈 他就論問了蕭美琴 你知道現在雞排跟珍奶是多少錢嗎 副總統候選人政見會 藍瑞白副首首度同台交锋 趙少康一開始就猛攻賴皮寮 拿出賴清德土地權壯 倡用賴清德房屋根本沒合法登記 說要公益信託根本是三大片 有一個公寮228坪嗎 他要把它捐作信託公益 整個礦區的居住權完成經濟部 礦業局再送到各政府去 三年也完成不了 公益信託的受益人還是他自己啊 那怎麼叫捐呢 看得出來是一個公寮呢 怎麼看出來他能夠紀念以前的 這個礦工的辛苦呢 這次叫做移花接木 董事辭職書 你立刻捐我立刻辭 修出中華董事辭職信 趙少康強調何時辭 全看賴清德何時把違建搞定 他話風一轉炮轟民進黨心中 根本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沒有一天消失過 中華民國的國旗 每天都在總統府升起 真正想要消滅中華民國的 不是民進黨 很多民進黨執政的地方 是不升中華民國國旗 就是國民黨執政的地方 升的比較多 連國慶的時候 民進黨的各種大典的請貼 都沒有中華民國的標誌 民進黨黨綱不是就是台獨黨綱嗎 台獨不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嗎 民進黨執政7年 跨口比國民黨會拼經濟 還說台灣經濟20年最好 趙少康聽譜下去 GDP從17兆新台幣 成長到現在的23兆 出口總值增加了7成 證明民進黨就是比國民黨懂得拼經濟 你知道現在一塊雞排多少錢嗎 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錢嗎 一塊雞排原來是35塊 現在90塊100塊 一杯珍奶現在要50塊到100塊 老百姓的心之所得 已經趕不上物價的飛漲 痛苦指數越來越過 綠能蟑螂把光電都吃了 貪腐已經變成民進黨的DNA了 民進黨這些大官吃香喝辣 為國家未來打拼 侯康配氣勢如紅 趙少康更強調侯友宜 在他心中永遠是這角色 侯友宜永遠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闆 侯友宜原來是總統 政見會上藍綠炮火四射 最後倒數關鍵 爭取選民支持 記者余盛錦離選 SG小組台北報導 台灣民營基金會董事長 游應龍在今天發文 評論了侯賴科 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政見會表現 游應龍說侯友宜給他一種感覺 就是已經走出了政大68慘案的陰影 已經是非昔日無暇阿蒙了 他的表現是超乎了想像 軟硬功夫並不含糊 有許多人本來準備是要看笑話的 但現在都笑不出來了 鬥智高昂的大金剛 現在已經是重返戰場了 沒有誰能夠主宰戰局 也沒有誰能可以任人宰割 千萬不要低估了侯友宜 這是尤應龍今天在臉書上所寫的 第二部分他說的是賴清德 賴清德整體的表現他認為是神已經下凡 拳打侯友宜 腳踢柯文哲毫不猶豫毫不留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侯柯跟他站在一起 本來應該要高下立判的 但是賴清德卻少了那麼一點點的仙氣 至於柯文哲他說他不問不火 類似少女的祈禱 但是自身事外彷彿是一隻被閹割的哥吉拉 所以呢尤應龍認為說真的是這一場的 政見會覺得賴清德讓人相當的意外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看到是昨天晚上的這一場的 副總統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 看到國民黨趙少康是炮火猛烈 蒙公民進黨的賴消沛 那麼許多的專家都說了 這趙少康就是三位副手當中 論述表現最好的一位 而時事評論員黃雅銘也分析說 這場的政見會呢 讓他想起了二十幾年前 趙少康在台北市長候選人辯論會上 同樣也是金句連發 而趙少康這次擔任副手 幫侯友宜助攻 表現可以說是揮灑自如 這場副總統的政見會 那當然這不是辯論 但是火花來講 這個有趙大哥 趙少康大哥 就彷彿 而且昨天的時間剛好是七點多到八點 人家就覺得 趙少康戰情勢復活了 他的表現就是趙少康應有的表現 那而且非常的這個開心 就是說能夠在他口中聽到 就是民進黨為什麼要毀滅中華民國 就是有一種二十九年前 那個台北市長政見發表會的 那個highlight的感覺 對對電視辯論的那種 就是原因重現 那種感覺 在這種所謂的副手的辯論會裡面 基本上當然就是幫你的老大 幫你的總統候選人去助攻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趙少康恰如其分的去扮演了 那個攻擊手的角色 他去把民進黨這幾年的貪腐 這些問題一個一個把它點出來 那當然裡面不會缺少趙大哥 他這種過去所謂的比較意識形態的 這種這種發言 我覺得這個都符合他的人設 那所以我說趙大哥在昨天那個就是揮灑自如 那扣掉那個確實扣掉那個口誤以外的表現 確實都就是很趙少康 除了這個口誤之外的確呢 整個表現就是很趙少康 不過我們看到昨天這一場的 這個副總統的政見發表會 因為趙少康一時的口誤 不小心稱讚了賴清德是最好的總統 甚至還喊話說賴清德未來如果當選 他就是我的老大 他就是老大 因為這段的口誤實在是太有喜感了 所以呢有很多的剪接片段 現在在網路上瘋傳 時事評論員謝寒斌就分析了 趙少康講錯話被做成的梗圖 或者是被剪成的影片來消遣 其實呢也不全然都是壞事 因為這些事這個東西呢反而是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關注 的確會有很多人是抱著看笑話的心態來看 但是呢也說不定有一些人看完之後 會對趙少康的政見更加有興趣了 我覺得趙少康大哥 他的不管是颱風啊貪圖啊 然後這個辯論的功力都是無庸置疑 如果說他沒有那個口誤的話 我會給他打80到85 但是因為他自己都說要扣20分了 所以他大概就是60到65這樣子 我也不覺得他有完全霸揮啦 因為他也顯得其實有點拘謹 我覺得他給自己的心理壓力 恐怕是比其他兩位都大 因為你要知道 這場戰爭所有人都知道趙少康是最強的 然後都是要砍他 對 所以大家都等著再看他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給他的壓力也是最大 所以就變成說 有一些地方他又怕說過度的攻擊會去傷 就是變成男壓女大欺小那種感覺 你知道兩種身分他都具備 所以對他來講 他的發揮也沒有到淋漓盡致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但是表現已經不差了 如果我們不看個人的背景 單從三個人裡頭來講 他無庸置疑是表現最好 我覺得他講錯反而意外有喜感 被剪接的廣發 那會流出去 那我覺得人難免都會有錯誤啦 講錯一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那反而會讓趙少康更多年輕人會想要去關注他 我覺得也許這一個賽翁絲馬燕之飛虎 反而讓更多年輕人會去注意到趙少康真正說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反而會在年輕人裡頭產生一些擴散效應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來自我 見到 燈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